文化文 要真正認識和了解 最緊要肯問 來到第十一集的 教會兩代的目者編 我們就談談 和年輕人都談過的話題 就是這個社交媒體 這個網上的社交媒體 對於年輕人來說 完全是不陌生的了 但想和Savio聊一聊 從教會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其實現在很多教會 或者基督教的機構 都越來越著重社交媒體的宣傳 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一個好的渠道 去釋出的呢 我相信現在全世界一半的人 都用這個社交媒體的話 我相信教會很難不用 全世界人口一半正在用 一定要用 譬如說 教會以前用開印刷出來的程序表 其實很多人都不看 但現在可以透過Facebook 或者不同的媒體 已經有空發一段 有空透過不同的分享 變成可以 不只是靠星期日的時間 去分享教會的需要 平時一至六或一至日都會透過不同的 可能是WhatsApp VChat 或者是Facebook 不住去分享教會 最新的近方 或者一些不同的消息 可以發放出來 相信很難不用 這麼好的渠道 和舊的方法 都有很多限制 相信要接觸更多人 包括教會裡面 教會外面的人 都一定要用社交媒體 還有現在大部分人 都有用手機的話 相信你很難不用這麼好的方法 去接觸他們 沒錯 其實真的始終 不只是說社交媒體 剛才你說到 有一些溝通的Apps 各樣科技 始終成為社會主流的時候 很難不去用 但是 社交媒體 始終 都有很多不同的 文章 都說過 它有它的好處 和不好處 其實普遍年長一輩 也都越來越 用多了社交媒體 但是 剛才就說到 有好處有不好處 社交媒體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 很容易只是接收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從教會的角度來講 你有沒有看到兩代之間的分歧 因為這樣而越來越大呢 因為年輕人 只是看他們的立場 或者他們的角度 看到的東西 看來看去都是那些 連續一輩又 只是看到他們看的那些 是不是真的會 分歧越來越大呢 絕對會的 有時不僅是兩代 就算是同一輩 都是的 其實你看什麼 報紙 你吸收的資訊 都很不同的角度 還有你用什麼的媒體 有時候 都是給的訊息 都可能很不同 舉例 你看Vchat 看微信 可能看新聞 的角度 都行 但如果你看Twitter 可能會看到很多不同角度 看某件事 或新聞 或者某些不同的看法 還有你知Facebook 那些壞事 就是 他按著Facebook的設計 就是你想看什麼 就要給那些東西看 他會計算到你 對 你看到那些東西 你想看那些東西 要給更多你想看的東西 又不小心影響 你會接收資訊 或者某些資訊的內容 次數 這是真的 我相信現在很重要的是 我們除了聽那麼多東西之外 在網上看那麼多東西之外 如何在現場裡 看到同代的人 或者兩代的人 真的聆聽 對方的看法 了解一下對方 為何會這樣想 有時候我們都會很快 只看很多東西 以為自己都對 有時候都很少有空間 坐下來聽一下別人說話 我相信無論是社會事件也好 或者是某些看法也好 大家都平時看你自己的新聞 或者不同的頻道 群組 都有自己的看法 差不多都可以說 定了局 定了形 我們很少會聽別人說話 相信不單是兩代 同代也是分歧 我們不太想聽別人說話 但其實從信仰的角度去看這件事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變成一個更加難的地方 令到不同的人在教會裡面去溝通 因為雖然大家回到教會 信仰一致的 但是當他們的生命 他們所接觸的東西很不同的時候 雖然一向都是 但是情況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嚴重到一個地步 會令到教會分裂呢 都會的 例如香港的情況也看到 例如有些黃的 有些藍的 政見都會帶回到教會裡面 但如果當教會做領袖 我們按住不准說 或者覺得不准提 更加將情況更加僵化 還有在教會的情況裡面 我們怎樣去說都很難 有些不同的題目 任何社會事件都有不同的看法 是很正常的 但當有時候 你自己看完覺得自己是真理 當對方是 evil的話 就很難溝通到 相信現在的情況是越來越難的 因為透過社交媒體 我們看到很多自己想聽的東西 某時候集中聽某些頻道的東西 更加肯定了 更加深化了你的看法 更加難溝通 還有其實會不會是 有時候基督徒去看聖經 都會有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而那些不同的看法 再套用到他們自己的生命 他們自己所看的東西裡面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位置 令到大家 就算基督徒都會有訓練 例如有些信徒在教會內 聽死了一套的解釋 某些經文的解釋 但有些肯上網的信徒 發覺上網看多了很多不同的資料 不同的解經的角度 發覺舊那套是否正確的呢 這個牧師或領袖講的角度 是否唯一的角度 如果大家溝通得不好的話 很容易會覺得 挑戰你傳統看法 甚至乎你的看法 都離地了 所以是有大挑戰 其實你講到這件事 令我想起 我看過一篇 一個牧者寫的文章 其實就是講到 年輕人在這個社交媒體 就是看太多的資訊 就容易否定他自己的一套 否定他自己的那套 不僅是他自己 他在講的可能是 否定一些比較資深的基督徒 甚至是很多不同的牧者 他們的權威 其實好像你所說 他們會去挑戰牧者所說的說話 這些人自己就覺得 你要挑戰人的說話 或者你想了解多些 看清楚 本身不是問題 但是這篇文章說到 是挑戰他們的權威 你自己認不認同 或者你怎麼看呢 我絕對會的 現在網上不能說 平時在教堂裡面 近幾年 頂之妹都很方便 上網說什麼 下面的人都在Google你說的話 不論是釋經 你用的例證 他即時在找 你有沒有說錯 或者你講一些東西 令他有興趣 按著你說的東西 立刻在網上 用手機 立刻在找你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說錯 或你說的東西 比較解釋得不清楚 那頂之妹真的 咦 牧師 你說錯的東西 或你說的東西 不是很正確 他真的 不要說挑戰 他真的會 質疑你所說的東西 很直接指出 是越來越正常的東西 以前沒有 以前是扣書本 可能你看到書多 你就權威 但現在 每個 有手機 只要可以Google到 網上這麼多資料 其實任何人都會 一來會檢查你所說的 而且都會發覺 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其實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 我記得初初讀神學的時候 去到神樓園圖書館 都很震撼 看下 只是講羅馬書的幾個書櫃 啟事錄的幾個書櫃 發覺 我們所謂的一套的解釋 是我們很膚淺的看法 原來解經 某卷書 某段經文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不過平時 大家很少去圖書館找書 但現在網上 大家發覺 這個圖書館很大 很多資料 我沒有聽過 沒有看過 所以牧者如果解釋 以為自己是權威 以為自己是權威 以為自己是唯一的解釋 很容易面對人的挑戰 打球才來下雨 並不是天不喜歡你 只是生命裏 其中一個的挑戰 挑戰不是看你什麼年紀 什麼時候都可以出現 正如社交媒體 是由對年長一輩來說 是一種年輕人太沉迷的壞事 從政官的制裁 到長官們 接受是一種很好的溝通工具 根本也是一個挑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